看他從 基隆啊 什麼 基隆書的港口啦 然後 所有來 買房價 一路唱啊 上風台北橋啦 一路這樣唱 他的音樂之所能在 他在他的過程裡面 繞著台灣在唱歌 流浪全島 陳明章彷彿引遊詩人 走到哪兒 唱到哪兒 電影配樂很有興趣 所以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去電影 聽音樂 聽音樂來配樂 所以後來 侯孝賢請你去做配樂 對啊 問他好了 我們一四人要去幾年 你如果沒有去幾年 他給我看這個 我就沒那個機會了 那時候你沒幾歲了是不是 他找我離開了 也要很年輕啊 你驚訝音樂陣情 去做生理 還是說你驚訝音樂後 還去做生理 你做音樂一定是沒辦法吃 沒辦法做生理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你一定是 我聽說我開始就 那時候其實 高中開始認真學習 是因為想說 可以做男子媳婦 因為男子好賺嘛 很好賺的啦 那時候 對啊 所以很認真 大金就是 為了要做男子開始 做男子開始 你母親不會幫你翻對嗎 母親說我去做男子的時候 腳要給我倒個斷 沒有名字嘛 不是 他怕我去裡面 放了 喝酒 喝酒 所以我就開始 學音樂了 我聽說我剛才有好的老母 他說我要做音樂 他就跟我們四樓收起來 從兩樓樓樓樓樓 還買更金到買藝圖 買更金啊 好 演奏型的嗎 沒有啦 沒有演奏型的 那時候也沒想到 還買那時候四樓樓樓樓做好 台灣沒有幾台 所以對我很好 我整個心都錄在裡面 我就開始 你時要給他高中 晚上他就給我 吃飯飯給我做音樂 很討厭 很討厭 好 很開心 那 你怎麼做過什麼行李 做啊 載魚去餐廳 換魚 買去 東京北路 樓頭樓 生衣商場 去做Sales 你怎麼買過三樓樓樓樓樓 我也買三樓樓樓樓 也沒結婚 很多 做得好嗎 都說 做三樓樓樓樓樓 已經做學生 做學徒 但是當天 坐樓樓樓樓樓樓 就吃飯沒有定時 為主用就沒有做 對 買了就回來 顧緊一點 那應該都不是你靈魂要的 你的靈魂就是你音樂 當然 當然 但是 你人也沒中資 沒中資 沒中資 不是說沒中資 就是說 生命你是要做什麼 那時候很堅持 就是說 很想 要做一些東西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我對那個電影配合 很有興趣 所以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去電影 我都聽他們 聽他們的電影 來配合 所以買了 侯孝賢請你去他做配樂嗎 對啊 問他好了 我們人 一世人要剛才幾年 你如果沒有剛才幾年 他給我看這個 我就沒有那個機會 那時候你沒有幾歲 那時候你沒有幾歲 他找我二到 也要很年輕 我以前去音樂教室 叫清清音樂教室 他就叫我六三樓樓 他就給我拿侯孝賢 結果是曾外能聽到 以前我跟侯孝賢推薦 喔 那才有機會 但是推薦 你要有實力 不然侯孝賢 這大導演 對不對 那時候 我聽說 他要叫我做 要我做配樂 我就懷疑到翻過 沒什麼要做 沒什麼要做 對對對 練練風塵 對 他就台灣第一座國際配樂獎 南特影展的最佳配樂 不簡單 歌詞 豁達 樂觀 又帶些走唱人的無奈 1997年流浪到淡水 紅遍台灣大街小巷 陳明章當年寫下淡水茶室 與拿卡西樂師的故事 為金門王李炳輝打造最具在地色彩的金曲 除了淡水 台灣土地上 到處能聽見他的音樂 祚ival寫下 Castle 威武大學 在東西周圍隊 冬天燈 威武大學 ox Troyes 華GA NF disag таких 西洋 原來 佛陸 它基本成績的是一個 土地裡面 裡面 吟遊詩人的東西 看他從基隆 什麼基隆書的港口 然後 所有來買房價 一路唱 上風台北橋 一路這樣唱 他的音樂之所能在外面 他在他的過程裡面 繞著台灣在唱歌 小小聽風來唱歌 一步一步 怕日別餐生 流浪全島 陳明璋彷彿隱由詩人 走到哪 唱到哪 最早讓他成名的作品 在瑞芳九份 在樓上吹著風的聲音 電車的聲音 1986年 還不怎麼出名的陳明璋 因為喜歡侯孝賢的電影 毛遂自見 情人牽線 接下電影 練練風塵的配樂工作 一戰成名 跟我們幾個編導班的同學 跑去看念念風塵 看完 就見到音樂好棒 台灣終於有一部電影 從影像到音樂到聲音 完全是台灣的 因為早期侯孝賢的電影 有很多都還是會配那種鋼琴啊 我們就要看詩母 然後看到音樂 陳明璋 陳明璋是誰 那時候他也沒出過任何專輯 當年陳明璋跟徐景淳騎著摩托車 在九份金瓜石一路蒐集靈感 用一把五百元的吉他 錄下很質譜 溫潤的山城樂章 他以練練風塵 在法國南特影展 拿下台灣人首作 電影配樂的國際獎項 也讓世界知道 原來這就是台灣的聲音 其實在拍攝 陳明璋的音樂 現在看起來很素晴 他做配樂的時候 他都會去找不同的東西 像他在做戲夢人生的時候 他找的是藍館 北館的東西進來 他在幫做花樣的時候 他找的是藍館 他不會把那種傳統營業的東西 找進來 然後成為一個營業的元素 我們要回頭從外面找出來 而不是一直往希望去找 希望可能給我們一些視野打開了 我們了解了什麼 可是最後我們自己的哽眼 是要回到自己的土地找 這是陳明璋很特別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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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孫子回頭 2023年陳明璋67歲了 還為紀錄片南方寂寞鐵道寫下主題曲 裡頭陳仔他在恆春學樂琴的記憶 更有對南迴鐵路最神的情感 我去找陳明璋的時候 我有剪了一些片花 然後我有把練練封城的配樂 稍微放上去給他看感覺 他跟我說趕快關掉趕快關掉 那個是屬於平溪線的 我們要做南迴 我們要做南方的 不是那個的 是要做南方的 聽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覺得那個有一個聲音很特別 聽一下我說這是什麼樂器 然後他就告訴我這是阿美迪 然後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有點蒼涼的那個什麼 他大廣銜的 我覺得他會非常善用這些 來自台灣土地長出來的樂器 他抓到了某一種台灣味 樂器裡面的台灣味 今年陳明璋憑藉配樂三部曲 入圍金曲江最佳演奏專輯 但對現階段的他來說 得不得獎早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一一重現屬於台灣土地的聲音 說實際上台灣要出一個陳明璋很不容易 沒有 沒有沒有真的 因為你這個歌 如果影響現在的人 未來 有一天陳明璋走一場 對 我也是還在英雄台灣人的心 應該是 對 你看我多年在在外八道的音樂劇 就很紅 在外八道的音樂劇 三年六十條都不安 唉唷 對 你看我記得 我記得 還做新黑鳥高級傳 現在 對 在外八道是現在 我們六零年代七零年代的事情 對不對 那就是 新黑鳥高級傳是現在 我們五礦年代 由1950世紀 由三龍一代 對 還有 黑鳥還有 他們一代 對不對 結果 那個 七礦年代 八礦年代 對 所以 幾年代 那個音樂劇 我都有寫到 既然 漢山就是寫我們的 黑鳥 黑鳥而已 黑鳥嘛 我們黑鳥 在福利賓 巴丹島那裡 黑鳥 那裡 黑鳥流起來 白鳥是 要跟宜蘭河 要生養 要生養 幾頭 幾頭都是 抵到白鳥 他要吃白鳥 對 食物鏈嘛 對不對 對 我還說幾頭都 幾頭都很大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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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頭都會歌 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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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驕傲仙前 生意悲惨 笑夹美香 我心甘生意 我滾頭生意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